開餐廳算是我從小 應該就是想要開餐廳 因為家裡窮嘛 沒有錢很小就要去打工 所以就覺得 炒菜炒那麼多好吃的菜好酷喔 所以等我長大了也要開餐廳 好 洋肉串來啦 來 小心燙喔 好 吃起來 拿這個位置不會燙 好 來 酸菜魚來啦 小心這個位置燙喔 來… 每到用餐時刻 這家位於新店的小餐館 總是人潮滿滿 不論是讓人口水直流的 焦麻酸菜魚 還是嗆辣夠味的口水雞 都深受客人的喜愛 其中有許多人 都為了這一味而來 它的洋肉是白糖 然後它是比較沒有加那些 像我們外面吃的洋肉乳 什麼加中藥什麼的 它純粹就是 有羊肉的羊排骨頭去熬 就是吃起來比較清甜 然後比較順口這樣子 肉質滿軟的 然後沒有腥味 它羊肉湯真的是 真正的羊肉湯 真的好鮮甜的那種味道 真的好喝 就跟一個家 一個媽媽煮的味道一樣的 熱騰騰的羊肉湯 鎮鎮清香撲鼻而來 天冷時來上一碗 驅寒又暖胃 湯頭甘甜順口 羊肉嫩而不善 而其中美味的關鍵 就在這一鍋 長輸羊肉的話 最重要的是湯頭 那湯頭的部分的話 一定要選 夠年齡的羊 那兩歲以上的羊 它的骨頭裡面才有骨髓 店裡的招牌是江蘇名菜 長輸羊肉湯 長輸羊肉是中國的四大羊湯之一 特色是原汁原味 必須經過十二個小時的 慢火細燈 才能夠熬出顏色 像牛奶一般的唇厚羊肉湯 因為骨頭的部分的話 它主要是骨髓跟上面的肉 那絞筋的部分的話 最主要是取它的膠質 因為等一下你喝到湯的時候 它是像果凍一樣的 它是黏稠的 所以它是黏嘴巴的原因 是因為羊腳筋 然後它的香濃 是來源於羊大骨 所以要來兩個一定要一比一 除了羊肉湯 店裡頭還有這一道烤羊肉串 也是許春梅洋洋得意的好滋味 一起去學 因為就我們有跑到新疆去 跑到南疆 大概有兩三個月的時間 就整個都在那邊 吃遍了新疆所有 每個地方 他們覺得 他們認為最好吃的 烤全羊烤肉 念了一個大威王回來 盤棋美食就停不下來的許春梅 小陳自己就是個吃貨 哪裡有好吃的 就往哪裡去 那什麼事情 吃貨 吃貨 吃貨